沉淀好心情 克莱恩走入地底 来到查尼斯门外 敲响了看守市敞开的大门 坐在里面的洛药 来听 早收拾好个人物品 看见轮班者抵达 立刻理了下头发 起身准备离开 互相汗手致意后 克莱恩突的开口道 我掌握魔药的进度不错 刚和弗莱他们分享了经验 你可以找他们交流一下 没什么表情的洛药略显诧异地看了对方一眼 嘴唇戏动了几下道 好的 女士 但愿你等一下也能保持这种冷静的状态 娱乐室里现在坐了一堆木头人 克莱恩笑了笑 来到桌子后面 熟忍地拿起了邓恩 史密斯装费尔默咖啡的香饮吸罐 弄好一杯浓香四溢的咖啡后 克莱恩悠闲坐了下来 望着门外寂静无人的过道 放任思绪偏非 希望阿兹克先生的行动一切顺利 不要留下什么线索 不 就算有什么线索 我也会假装没发现 不知道变异的太阳圣灰在查尼斯门后封印于什么地方 嗯 他不具备活着的特性 留出足够的空间就行了 说起来 我到现在都还没进过查尼斯门 不清楚里面的状态 能够让那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几十件封印物不造成损害 不脱离监管 肯定有不同寻常之处 比如 圣塞琳娜的骨灰 各种念头分成间 克莱恩突然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 盲将注意力收回 望向门口 他看见身穿黑色古典长袍 手拿铜色沾帽的老尼尔出现于走廊上 快步进入看守室 立在对面 一句话不说 就那样上上下下地审视自己 双引号 尼尔先生 出了什么事情吗 克莱恩干笑两声 端起香浓的咖啡抿了一口 老尼尔又打亮了他几眼 叹了口气道 你竟然从窥密人的格言和戴笠的视力里找到了灵感 这必须赞美女神 也感谢您的教导 克莱恩一本正经的回答 老尼尔之亚拉动椅子 猛地坐了下来 略显颓丧地说道 如果 如果再早二十年 就好了 就好了 知道对方的年龄和身体状态已经不允许他再服用魔药 哪怕彻底消化掉了之前那份也不行 克莱恩保持住沉默 没有开口 他觉得这种情况下 说什么都是在刺激对方 我最早也试图从窥密人的格言里找出快速掌握魔药的思路 遗憾的是 一直没能走到正确的路上 后来戴笠的成功虽然给了我启示 但那时候我都超过五十岁了 已经放弃了努力 下意识就认为那是天才的特殊 正常人无法模仿 老尼尔揉了下额角 低沉地描述着自己的失落 他默然几分钟 抬起脑袋 看着克莱恩道 真是让人遗憾啊 我在这样的年纪才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 老尼尔对扮演法应该是有点模糊的认知 被我分享的经验点了一下 立刻就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克莱恩宽慰道 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教会没有窥密人对应的序列吧 或许圣堂有 不 他们有的话 至少会把名称告诉分布 地下交易市场也不是没可能 老尼尔呢喃了几句 以手撑桌 摇头站起 笑笑道 至少我没有失控 健全地活了几十年 赞美女神 他在胸口画了个飞红之月 表情沉郁地离开看守室 失去了往常的脚狭 克莱恩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内 突然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欲发地不能理解教会高层为什么要封锁扮演法了 两久之后 克莱恩回过神来 将注意力转移到面前的职业者内部资料上 自从将白银之城的少年拉入塔罗会 知道那里对许多事物还保持着古称 他就有意识地加强了类似方面的学习 努力掌握着古今物明的对照 不知过了多久 他又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平缓而沉稳的脚步声 几乎是同时 他的脑海那一下就浮现出邓恩 史密斯身穿黑色过西风衣的样子 彻底消化完占卜加魔药 我的灵感也有了提高 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 在几秒钟后看见了队长 你的信 邓恩右手抬起 万步一抖 将掌中的信件扔向了克莱恩 克莱恩潇洒抬手 试图接住 但无论判断还是反应 都差了一点 啪 信件掉落在地 克莱恩的右手尴尬得树立于风中 突然安静的气氛里 他的右手先是僵住 接着继续上台 顺势理了下头发 煤气灯的光芒还是不够明亮啊 克莱恩随口敷衍了一句 弯腰拾起信件 扫了眼信封 霍纳奇斯先生 达斯特 古德里安的信 他恍然点头 拉开抽屉 拿出把财信刀 按照职业者小队的规矩 如果有明确的 正确的收信人 罗杉等文职人员会直接把信交给对应的那位 而遇到匿名或者查无此人的情况 则送至邓恩那里 由他来询问或决定 小心翼翼才开信封 克莱恩抽出里面的纸张 快速展开 浏览了一遍 他发现封人院医生达斯特在请求尽快见面 也就是今天下午两点 他拿到独心者配方了 或者有别的什么事情 克莱恩扬了下手中的信指 抬头看向邓恩道 队长 我的线人 也就是心理炼金会那位 希望在下午两点见面 有透露是什么事情吗 邓恩早有预料般问道 没有 克莱恩摇了摇头 邓恩想了下 嗓音醇厚的说道 等一下暂时让伦纳德帮你看守查尼斯门 我跟着你过去 隐藏在附近 这种紧急见面的请求有不小可能是陷阱 我见过听过太多类似的事情 而且 如果真有重要情况 这样也能最快速度展开行动 队长 你真是经验丰富啊 嗯 一遇到正式 你就是可靠的 值得信赖的 不会遗忘的队长 克莱恩当即点头 好的 下午两点 佐特兰街射击俱乐部 9号小型靶场内 克莱恩描了眼不满蛋痕的靶子 望向略显不安的疯人院医生达斯特 古德里安道 出了什么事情 竟然让你慌慌张张到猎犬酒馆找拥兵小队 只有这样 猎犬酒馆的老板莱特才会立刻把信投递到黑经济安保公司 而不是等待克莱恩自己过去去 达斯特观察着克莱恩的细微表情和肢体动作 沉生回答道 我感觉胡德 欧根最近有些不正常 胡德 欧根就是将达斯特发展为心理炼金会成员的那位疯人院病患 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 克莱恩非常有职业精神的追问道 达斯特暗自松了口气 似乎找到了依靠 斟酌着说道 他 他好像 好像真的疯了 真的疯了 克莱恩恶然反问道 胡德 欧根不是为了锻炼精神领域的相应能力 才装病潜入疯人院 试图从正反两方面影响那些病患吗 他竟然真的病了 真的疯了 我认为是这样 达斯特略有些焦躁的来回踱步 我之前能和他正常交流 并且得到如何正确使用非凡能力的教导 但最近这几天 他的思路 他的状态 变得很奇怪 经常没办法沟通 就像我面对其他的病患一样 虽然 虽然这也让我成功拿到了独心者的配方 但我无法确认那是真的 还是假的 更害怕出现不可控的变化 没关系 作为一名占卜家 拥有挥物之上神秘空间的占卜家 真和假是不会混淆的 克莱恩先是松了口气 继而皱眉问道 他出现不正常前 接触过什么人 只有那些病患 我 我无法肯定 我不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在封人院的 我也有休息的时间 达斯特表情沉明的回答 克莱恩轻轻汗手 一副这是小事的样子 不用紧张 我会派人暗中保护你 你尽快弄清楚胡德 欧根之前接触过哪些人 另外 你必须小心他在试探你 而 你最好同时把这件事情通报给别的心理炼金会成员 看你们组织的高层有什么反应 好的 达斯特推了下金边眼镜 恢复了观众特有的冷静 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 递给克莱恩道 这是独心者魔药的配方 我不确定是否正确 我们会验证的 克莱恩笑笑回答 当场展开 看了一眼 主材料 成年七彩西龙的完整脑垂体 法尔斯曼兔的脊髓夜十毫升 辅助材料 栗树芽包五克 龙芽草粉末八克 纯白金灵花三瓣 一百毫升纯水 非常棒 克莱恩赞美了一句 并叠好纸张 将他放入燕尾福正装内侧的口袋 又交流了几句 确认达斯特的幻听现象得到缓解后 他告辞离开 谨慎地来到属于职业者的专属靶场 邓恩 史密斯正等待于里面 队长 线人给了我一份独心者的配方 感谢我帮他控制住魔药的反噬 但他不确定这份配方的真假 克莱恩正惊而严肃地将纸张递交给邓恩 另外 他提到了一件事情 邓恩边浏览配方 边听克莱恩描述胡德 欧根的事情 没了点头道 我立刻组织人手 轮流监控封人院 这种事情你还没有接受专业的培训 就不用参与了 回去继续执守查尼斯门吧 说到这里 他深深忘了克莱恩一眼道 算上这份配方 等你通过了考察 无需再积累功勋 直接就能获得小丑魔药